大家好 欢迎收睇三分钟市评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受到外围土耳其经文的影响 列口下跌 28,000点心理关口也都失手了 恒好受到A股支持的影响美市跌幅收窄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又做提款机 未讲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 全项恒指跌了430点 收报27,936点 成交不算活跃 只有834亿 事不宜迟 大家看看今天的图图 今天打了十字星 开始时已跌至409点 当时已失手了28,000点心理关口 开报27,956点 当然大家都知道原因是因为土耳其经文 今天港股低开都是情理之中 开始不久就跌了 最低又见过27,823点 恒好仍然守在8月初前浪底 在27,578点之上 形势仍然差 但仍然还未破底 美市的时候 由于A股做得更好 港股跌幅收窄 收报27,936 形成了十字星的形态 有个下跌裂口 港股今天更好一点 最主要是A股 大家看看 所以必须要看内地股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收市的时候 还是微跌0.3% 收报278,58 但是有一个商底的情况 或者是一个密集区底部 还是做得挺好的 现在仍然看到一枝小羊竹 仍然有机会上厂28,000关 而最好的就是深证成分股指数 因为它是倒升的 收报88,44升31 升幅不算很多 0.36% 但是意义重大 什么意义重大呢 就是它连续第三天收市位 站在前浪底8736之上 记得我上星期跟大家说过 就是说 它第一天反弹 连8736都未到 那结果它呢 今天星期一 上星期五上星期四 连续三天收市位 都站在前浪底之上 这个是技术上高 就是说确认修复这个失地 这样的话 它是有条件 是进一步反弹 估计它有机会 迈向这个9,000关 9,200 甚至乎呢 挑战大概 7月25日那位 大概是9,500区 最高9515 这样的情况 你也可以估计上证指数 是有一个反复靠稳的走势 因为深正成分股做得好 大家要知道 深正成分股 它一般来说 不是国家队入市的对象 所以它比较弱 那现在深正成分股做得好 就是真的有些资金 看回内地的股市 可能跟一连串的政策 或者是本身跌得很残有关系了 有利港股 是力真 力真 力真遣守27,500区 现时不敢说一定守得稳 因为港股又做提款机 每一次外围有市 港股都是提款机 为什么会提款机 你看美汇指数就明白 现在美汇指数是冲上去 去到96.4 美汇指数升 大家的想法 市场的想法 就是一般的想法 就是新兴市场不行 新兴市场不行 新兴市场不行 港股以前一定首当其冲 今次虽然不是首当其冲 但是都不例外 都是被提款的 都是被那些其知其权 沽空先 不管3721 股仙跌下去先 那情况下 港股受到外围影响的话 都是靠偏远的机会 靠比较大的 会下有机会 下市27,500区 甚至有机会 轻微跌穿 但是我们的希望就是 如果内地股市靠稳 有助舒缓 港股跌幅跌小 但是这个只是舒缓 如果美汇指数冲上98 100这些 港股你没有办法 你还是要做提款机 赔跌 你看回外围的情况 其实今天港股不是很差 真的全靠A股 帮一帮手 我们跌幅才是430点 就是恒生指数跌1.5% 如果你看韩国 韩国是跌1.5% 和港股差不多 但是韩国已经破底了 7月那个低位2.4.3 是今天被跌穿过 今天最低做过2.3% 虽然收回其上 但是曾经跌穿过 所以你看看外围 跟我们很靠近跌1.5%的南韩 都是破底了 台湾股市今天跌成2.1% 跌幅比香港 现在它考验了 会考验这个上升轨 如果跌穿上升轨 亦都会不利区内股市 因为这个区内股市 东北亚区 它是最强的市场 台湾股市 似乎都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相反 如果它守着这条上升轨 或者轻微跌穿之后 又上去的话 仍然它还是区内最强的市场 另外日本股市 今天跌2% 1.98% 就是2% 也都考验这个上升轨 它比台湾股市差点 因为碰到上升轨 已经是 也都跌幅较大 所以如果它慢一跌穿 港股也都可能会受到拖累 大家要注意这些 最后今天港股之中 有一个板块 就是真的跌到鸡飞狗走 这个就是教育板块 事源政策上高 又转变 就说很可能有个意见 就是不让他们做收购 从而提高盈利 这样的话 对教育板块 对教育股 是有很大影响的 今天预见教育 跌至接近40% 一到四成 跌到四元 最低的时候 收四个一毫二 如果你今天都没走的话 或者你今天 无端端冲动走去捞底的话 你记住看着一个位置 如果你不用四元做止虚位 就是今天最低位置 你起码一定用三点七六 这些都跌穿了的话 真的没有眼看的 那我就不建议大家这些薄反弹 因为现在政策不明朗 如果你持有的话 就只有后反弹就沽出的了 没办法突然间政策这样变 有时候的东西都没办法 为什么整个大肆不利呢 对于高估值的股份 一走就可能跌得很快 所以大家短期都是避开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好了今天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